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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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今天桌面放了几支不同的镜头 有一支Panasonic 24105 一支Sigma 51.4 当然还有Leica 2470 2.8 为何我们会有Panasonic和Sigma 今天会介绍一下这三间厂 其实L-Mine元盟有几间厂 包括Sigma、Leica、Panasonic、Essnitz Respa 这几间公司组成的 最近还加入DJI 造成一个合作伙伴 其实最早的时候 就是Leica 开发了L-Mine的接环 之后 因为Leica 和Panasonic都有合作关系 而Panasonic 又和Sigma 在4-3系统都有交流 Panasonic 作为一个中间人 拉拢了Leica 和Sigma 一起组成一个L-Mine 刚才也说了 L-Mine 联盟里面的L-Mine 就是Leica开发的 最早是用在Leica T里面的 是一个APS-C的相机 当年应该是2014年 之后的一年 2015年 Leica 就用回L-Mine 做在一部S-L里面 这部S-L2S 即是上一代 去做一个镜头折环 L-Mine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L-Mine的内径是51.6mm 这麽大的内径 其实有利于镜头的发展 而且它的发蓝距 只有20mm那麽短 20mm那麽短的时候 其实有利于 Y-Angle的时候 边位会比较锐利 而且它设计镜头的时候 后组就不会设计得那麽复杂 这一样都是它的好处 L-Mine究竟有多少支镜头 和这个联盟里面有多少部相机 可以去选择的呢 其实你看这张图 L-Mine的联盟里面有10部相机 包括Leica有3部 Sigma有2部 和Panasonic有5部 镜头群里面就更加厉害了 镜头 你看这个表里面 就可以看到了 其实里面有61支镜头可以选择 其中Leica有17支 Sigma有32支 和Panasonic都有12支镜头 其实镜头和相机都可以互相组合 都可以在L-Mine的接环里面都可以用到 换言之 Leica的SL2S可以用到 Leica本身的镜头 Sigma的镜头 和Panasonic的镜头 只要是L-Mine就可以用到 至于镜头的焦距 涵盖有多阔呢 其实就由14mm到400mm都有 即是说 差不多整段的焦距 你都可以在L-Mine的镜头 选择得到 所以那个选择是非常之多的 今天我就会试一下 用一支Panasonic 24105 去拍下风景 拍下我们日常生活的东西 以及试一下一支Sigma 51.4 去拍下人 究竟它的散景是怎样 和它们的表现是怎样 这支2470 其实我们经常都会用 所以今天我先放下 试一下这两支 一支Panasonic 和一支Sigma 看看它们的效果是怎样 有种新的设计 非常有趣 提供的程度 很有趣 使用这支Panasonic 后面的装处 这支插处 进去的 用南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L2S的重量和平衡非常好 还有它不会很重 像我刚才那样 带着去旅行、去玩 其实负担能力也不会说背着肩膀很痛 周山走也会觉得很累 还有最好一样东西就是 它由24焦段到105都能够遮瑕 刚才看到的照片 24的时候真的拍到很大的风景 还有105的时候都可以拍到一些比较近一点 拉近一点 其实相差都非常之软 还有它最好用一样东西就是 有1比2的微距 你刚才我也见到 拍花花草草的微距 你看到的效果、分析力也是非常之高 我们下期见到今天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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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接着就看这支Sigma Sigma这支是51.4DG Sigma 自己也有不同的系列 这支是DG 还有DG DN 镜头 DN 直接是为无反而开发的 这支DG 镜头51.4D 其实拍出来的效果 类理度是非常之高 还有1.4D 镜头的散景 大家看到也很漂亮 色彩表现也非常之好 刚才我拍摄模特儿的时候 它的色彩表现、层次、立体感 都是非常之好的 稍后我们也会试更多的L-Mine 镜头 给大家看看 究竟它们不同镜头、不同焦距 的表现会是怎样的呢 我们真的拭目以待